生命纪 生命纪第一章 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 舒服对面的亚拉巴 就是巴兰 陀佛 拉班 哈喜路 底撒哈中间 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 从和列山经过西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 有十一天的路程 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 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做吩咐以色列人的话 都小遇他们 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日本的亚摩利王西红 和住以德来亚斯塔路的巴山王鄂 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和列山小遇我们说 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 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 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 就是亚拉巴 山地 高原 南地 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 并立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 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 你们要进去得这地 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岂是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 那时我对你们说 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 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 看啊 你们今日像天上的心那样多 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 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 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 并你们的征颂 我独自一人 怎能担当得起呢 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 有见识 为众人所认识的 我立他们为你们的手里 你们回答我说 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 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手里 有智慧 为众人所认识的 照你们的支派 立他们为官长 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还立你们 当时 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 你们听识 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诵 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诵 都要按公义判断 审判的时候 不可看人的外貌 听识不可分贵贱 不可惧怕人 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 若有难断的案件 可以乘到我这里 我就判断 那时 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 都吩咐你们了 我们照着耶和华 我们神所吩咐的 从和列山起行 经过你们所看见那 大而可怕的旷野 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 到了加迪斯巴尼亚 我对你们说 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 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 亚摩利人之山地 看啊 耶和华 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 你要照耶和华 你列祖的神 所说的上去 得那地为业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你们都就近我来说 我们要先打发人去 为我们窥探那地 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 毕竟河城 都回报我们 这话我以为美 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 美支派一人 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 到以十个股窥探那地 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 到我们那里 回报说 耶和华 我们的神 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 你们却不肯上去 竟违背了 耶和华 你们神的命令 在帐篷内发愿言说 耶和华 因为恨我们 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 除灭我们 我们上哪里去呢 我们的弟兄 使我们的心消化 说那地的民 比我们又大又高 诚意又广大又坚固 高得顶天 并且我们在那里 看见亚纳族的人 我就对你们说 不要惊恐 也不要怕他们 在你们前面行的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必为你们征战 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 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 你们在旷野 所行的路上 也曾见耶和华 你们的神 抚养你们 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 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 你们在这世上 却不信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他在路上 在你们前面行 为你们找安盈的地方 夜间在火柱里 日间在云柱里 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 耶和华 听见你们这话 就发怒启示说 这恶世代的人 连一个也不得见我 启示应许赐给你们 列祖的美地 唯有耶弗尼的儿子 迦勒必得看见 并且我要将他 所踏过的地 赐给他和他的子孙 因为他专心跟从我 耶和华 为你们的缘故 也向我发怒说 你必不得进入那地 伺候你 嫩的儿子约书亚 他必得进入那地 你要勉励他 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 承受那地为业 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 就是你们所说 必被掳掠的 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 必进入那地 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 他们必得为业 至于你们 要转回 从红海的路 往旷野去 那时 你们回答我说 我们得罪了 耶和华 情愿照 耶和华 我们神一切 所吩咐的 上去征战 于是你们个人 带着兵器 争先上山地去了 耶和华 吩咐我说 你对他们说 不要上去 也不要征战 因我不在你们中间 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 我就告诉了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 竟违背 耶和华的命令 擅自上山地去了 驻那山地的亚摩利人 就出来攻击你们 追赶你们 如蜂拥一般 在西尔杀退你们 直到河尔玛 你们便回来 在耶和华面前哭号 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 也不向你们侧耳 于是 你们在加迪斯 住了许多日子 我叫他 我叫你 这也不熟 那是